各位先生各位理事 我是张文亮 欢迎来上关于牛顿的故事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牛顿的第一个实验 还有牛顿的中学时期 牛顿是生于1643年的12月 那他在念小学的时候 是已经到13岁他才毕业 他的乡村是没有小学的 只有一个礼拜只要上两天的两个上午 那当然这样的教育不够 后来呢他的舅舅就送他到附近的一个小学去读书 克拉克校长非常影响他 牛顿的小时候有三个人非常影响他 克拉克是其中之一 还有一个是他的舅舅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牛顿的第一个实验 牛顿有记录他的第一个实验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当然我们都知道 牛顿后来做了很多的实验 牛顿不只是一个数学的高手 是一个物理的高手 他同时又做了很多的实验 1658年的11页 牛顿记录他的第一个科学的实验 那当时牛顿15岁 那他13岁的时候母亲改嫁 然后就回来了 那所以呢牛顿母亲改嫁 回来那还要照顾三个小孩 所以牛顿在念小学最后一年级的时候 就已经有点辛苦了 因为他还要兼顾照顾自己的家 那这牛顿呢很喜欢做实验 那特别呢 他要离开小学的时候呢 他的校长给他一本书 那上一次我们就分享到这一本书 虽然牛顿有非常好的 制作很多玩具的 的这个 的这个 的灵巧 但是呢 他还没有数学跟物理 而那本书是在教导他 如何能够把手工艺的技能 去跟数学跟物理结合在一起 特别是物理的实验 那以后 我们还会再介绍这一位 写书的 的这个作者 他本身也是个牧师 后来担任建桥大学的校长 那么1658年的11月 在一个刮大轰的时候 牛顿记录他的第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呢 当天是在一个大风雪 在大风雪的时候呢 牛顿跑出去 跑出去的话呢 他验用他自己先坐一个风车 他自己用那个 用自己坐一个很小的风车 去量测 那时候的大风雪 风有多大 这个人很有趣啊 这个 14岁的孩子自己坐一个 风车 然后呢 先对着这个风 先量这个风数 那他怎么量呢 当然一定的时间里面他转几千 你就可以知道他的速度了 然后牛顿呢 第一个他先知道速度 第二个的话呢 他就对着这个强轰呢 往前跳 往前跳 OK 往前跳以后呢 他就量这个距离 完了以后呢 他在 逆着轰 再往前跳 再往前跳 一个是 啊 是 是面对轰向 往前跳 一个是背对轰向 往前跳 然后呢 他去量测 这样前后可以差多少 那 那我们不知道说这个实验有什么意义啦 不过这个牛顿记录下来 差30公分 差30公分 我没有读到他那个风速的记录 但是他有写下 他有这个 面对强轰向前跳 跟背对强轰向前跳 或者说 面对着强轰跳 跟背着强轰跳 这样可以差多少 那么差30公分 那牛顿呢 他前前后后跳几次 前前后后 他反复的跳 那因为他在那边跳来跳去呢 啊 附近的几个小孩子也跑过去 哎 说这个牛顿你在做什么呢 他说我在量测 啊 很强轰在推到我的时候 啊 会影响我的跳药 会查多少 那几个小孩就跟他一起跳 那后来呢 啊 这样有点危险啊 所以隔壁的邻居呢 就就把小孩 啊 召回去 那 他的母亲呢 啊 牛顿母亲也说 哎 你怎么 刮到红的时候 在外面跳来跳去 OK 那 啊 牛顿母回来 就记录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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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他第一次 做了一个实验 是在墙轰中 跳来跳去 那 她的母亲问她说 啊你 你这是做什么呢 她说我好奇 她说我好奇 我对这个很好奇 啊 那么 啊 牛顿 第一笔的 实验数据 就在这个时候 啊 留下来的 那 但是呢 啊 牛顿虽然会做科学实验 会知道说 强轰中 他向前跳跟向后跳 可以差30公分的距离 啊 但是呢 他很多事情他搞不清楚 啊 直到目前为止呢 牛顿的家乡里面 还有三个判例 是 在地的人 啊 向 法庭说 牛顿需要管束 这个三个判例呢 现在还有 还留着 OK 啊 这是在 16 59年的时候 啊 牛顿 大概16岁到17岁 啊 大概16岁的时候 啊 还留下三个判例 第一个判例的话就是 牛顿在牧羊的时候 没有好好的管理羊 结果他的羊呢 跑到北远家里的草地上 吃了草 那北远呢 还把这个草地的 吃草的 长度呢 两下来了 200公尺 OK 一只羊吃了200公尺 牛顿自己所牧的羊 到北远的草场上 吃了200公尺的草 竟然 牛顿 不知道 OK 所以这是一个 啊 牛顿 啊 那时候被 被告的一个原因 还有呢 啊 牛顿在 养猪的时候 结果呢 啊 他没有把猪看好 结果呢 他所养的猪呢 把人家的一片 玉米田呢 全部都破坏掉了 啊 全部都采光光 啊 全部都 去吃人家的 这个玉米 OK 还有一个 第二个 刚刚那是第二个 啊 牛顿没有把猪照顾好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 牛顿呢 他 去 他的 农场的附近呢 啊 围墙都倒了 篱笆都倒了 但是呢 牛顿呢 啊 有跟牛顿讲 但牛顿没有去修理 啊 有爱这个 张冠啊 可见这个 牛顿不太禁止了 牛顿啊 那 那 就是很糟糕 就是啊 很有意思啊 那么 还有一些是 啊 留下来的记录啊 以控告无关的 就是呢啊 牛顿 有很多的糗事 有一次呢 他把马呢 啊 赶回到 这个 马的 马就里面 结果呢 他 忘记了 关后门 结果呢 他把马呢 从前门带进去呢 结果他一离开呢 马就从后门跑光光了 OK 所以 他竟然连那个 把马带到那个 马厩里面去 竟然还忘记了 关后门 OK 还有一次呢 啊 牛顿呢 牵着马到外面去 他一边走一边 可能是一边走一边的思考啦 所以呢 啊 后来马就跑掉了 马跑掉了以后呢 牛顿不知道他的马跑掉 牛顿还带个绳子回家 OK 他用绳子 牵着一只 牵着 我不知道是几只马啦 反正马跑掉了 啊牛顿既然不知道马跑掉了 他把绳子带回家了 OK 他忘记说绳子那边 事实上是 有马 OK 那农中的工人呢 当时称 牛顿只记得两件事情 一个是吃饭 一个是睡觉 其他事情呢 牛顿都忘光光 OK 牛顿都忘光光 啊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记忆力不太好 啊 啊 啊 可能是有原因的啊 啊 那牛顿就是一个记忆力不太好的人 OK 当时他的表现是这样 OK 16岁的时候的表现是这样 那1659年的十一夜 哎 他的妈妈觉得这个事态有点重大 他请他的哥哥来看一看 牛顿是不是得了一个什么疾病 或者什么健忘症 怎么牵一只马出去外面散步 回到家的时候只带条绳子回来 马跑不见了 牛顿都不知道 怎么牛顿养的养啊 跑到北远家里去 吃了两百公尺的草地 竟然牛顿也不知道 那到底他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 他的哥哥呢 来看了以后跟牛顿 想跟牛顿谈一谈 哎 结果 竟然也找不到牛顿 牛顿被我跑到哪里去了 OK 后来呢 他哥哥出去找 发现牛顿呢 在一棵树的底下呢 在那边睡觉 OK 那他哥哥 他的舅舅 他的舅舅 妈妈的哥哥 舅舅呢 跑到他胖里看了一看 发现那个 牛顿在睡觉的时候 旁边有一本笔记簿 他的笔记簿的上面 充满的数学的符号 还有 他开始在做运算 自己在做数学的运算 那 牛顿的舅舅看了一下 他没有吵醒了牛顿 他 真的很感谢这个舅舅 他没有吵醒了牛顿 他回来跟他的妹妹讲 牛顿并没有得到健忘症 牛顿的确是得了一个病 OK 但这个病呢 有个地方可以 把它治好 就是去剑桥大学读书 OK 所以牛顿会从一个 牧养的身份 进入剑桥大学 他的舅舅 是深深地了解 这个孩子 不是一个问题的孩子 这个孩子只是因为 他一天当然在想数学 以至于 他没有去算他旁边的羊 旁边的牛 旁边的猪 OK 但是呢 牛顿那时候小学毕业 还不能进剑桥大学 所以他还要去念一个中学 那当时的乡下没有中学 所以呢 他当时这个舅舅呢 就跟这个克拉克校长 两个人谈好 就是呢 约几个老师 来一起帮助牛顿 他们在乡下里面呢 还开的 可能不是中学 我现在没办法去说明 有一个他舅舅自己去办的 找几个 有一点学问的老的人呢 开了一个临时性的一个中学 那让牛顿去就读 OK 那牛顿那时候非常高兴啦 因为这个学校呢 就设在 还是跟以前 克拉克 他以前念小学的时候 是同一个地方 那这很有意思 为了栽培 认真的孩子 这些 就开始了这个中学的 这个 的 这个教育 那牛顿在中学的时候 所留下的记录非常地少 我们几乎 牛顿是一个 不太讲他自己的人 那么他写下了很多 牛顿的著作大概有两千万字 大概一千多万字 大部分都是科学的这个说明 还有神学的著作 牛顿有很多神学的著作 我们以后还会再分享 那他还写了解经书 那以后我们再来分享 但是我就要讲就是 他其实中学的时候 他没有留下什么资料 但是呢 他在离开中学的时候 他写了一首诗 这牛顿的一生里面 有写了一首诗 这个诗就跟他的信仰很有关系了 可见他是一个非常认真 思索的人 那当时的 千巧大学呢 要进去呢 并不困难 成绩要好 但是呢 他不是用考试的 他是用申请的 那么在17世纪呢 申请进来的 除了中学成绩不错以外 还有两个人的推 还要有人这个推荐 要有两位的 剑角大学的 毕业生来推荐 那牛顿的舅舅本身 就是剑角大学的毕业生 所以这一个已经 没有什么问题了 所以呢 还要再找一个 所以呢 帮牛顿写推荐的呢 就是他的舅舅 这样一个了 但是呢 还缺一个 切一个的话呢 他们问柯拉克 但是柯拉克说的 这个 也许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帮忙 就是柯拉克的 柯拉克是 结果两次婚 他第一次结婚 他先生 他的太太过世了 然后再结婚第二次 那他说 他的第一个太太的弟弟呢 是叫做 叫做 叫做 叫做巴宾顿 巴宾顿也是 剑角大学毕业的 他是一个文学家 OK 巴宾顿是个文学家 他是剑角大学毕业 所以他的舅舅呢 牛顿的舅舅呢 就带着 牛顿呢 去拜访 巴宾顿 那巴宾顿 以后对牛顿会很重要 OK 他不只是帮他写推荐函 后来 后来 后来大概在将近28年以后 当时的英国皇帝 詹姆斯的二世呢 他下令 当时的皇帝下令 下令说 只要他推荐的人 金桥大学都要给他毕业证书 OK 那金桥大学那时候 拒绝 那詹姆斯二世 英国的国王说 政治的权力 绝对是 主导大学的行政 政治的权力 国王的权力 决定大学的行政 大学完全没有什么自由的 的这个 大学没有自由了 国王说这几个人 你给他毕业证书 学校就要给他毕业证书 千桥大学 当然 那时候 反对 那国王说 反对者 一例到建议去 下建议 OK 那夏建议以前呢 就有个辩论 OK 有个辩论 就是国王派人 到金桥大学去 那 金桥大学去辩论的那时候 有两个人 一个就是牛顿 另外一个 跟牛顿并肩作战的 就是 就是巴宾顿 就是 就是后来 以前帮牛顿 写这个推荐行的 那巴宾顿呢 他是一个诗人 他在金桥大学 是一个语言的写者 那 那时候牛顿 还很年轻啊 牛顿 大概18岁 那他跟牛顿交谈了以后呢 他非常欣赏 牛顿是一个很有 是个很聪明的人 所以呢 他就给牛顿呢 一轰的推荐行 那巴宾顿 他有个特质 他不只是一个语言学家 他的做人非常的正直 做事情非常的踏实 他为牛顿写了一封推荐行 他认为 给推荐行不需要有很多的时间 但是 他支持这个写生 支持 牛顿 他以后支持牛顿 甚至在最危险的 在很危险的时候 国王 那 詹姆斯二世派人说 建桥大学必须 要给国王所认许的人 给他毕业证书 那 牛顿代表 学校说 不行 那 当初跟他一起 并肩作战的 当时是在华庭上 华庭上 以牛顿并肩作战的 就是巴宾顿 后来他们赢了 他们赢了 那 建桥大学 牛顿他中学 毕业了 那建桥大学呢 当时的建桥大学 很有意思 申请建桥大学 并不是很难 中学毕业 然后有两个人推荐 但是呢 建桥大学 要毕业的 有点难 他前面看得很大 后面看得很小 他那时候 只有30%的人 可以毕业 低于30%的人 可以毕业 70%人 在念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被刷掉了 那 这好还是不好 这个只要很有意思 入学很简单 毕业很困难 跟我们现在进去很困难 毕业很容易 不太一样 那 后来呢 这个 申请到这个 牛顿呢 他在申请建桥大学 以前 他的资历还不够 因为他还有中学 所以呢 他就再回去 克拉克的学生宿舍 然后呢 在当地呢 开始念 在念中学 当时 因为还没有中学 所以很多都是一个老师 去教一个学生的 因为那个地方太小了 OK 那个 90%以上的人都是文盲 OK 那开始教我中学 所以呢 当时的那个 一个老师一个学生 病人老师也很忙 他不是专业的老师 就是跑来教牛顿 所以这种教育制度 反而培养出牛顿的 一个杰出的 一个自我的学习 自修式的学习 后来呢 这个很影响牛顿 因为牛顿以后呢 他去念大学的时候 他发现大学一开学的时候 他都已经懂了 因为他在放暑假的时候 已经把书都读完了 OK 所以 哇 这个牛顿的一个学习的 其实从中学就无意中 建立出他这种习惯 就是呢 因为没有老师嘛 老师是从各几个地方来 他就只教这个学生 只教这个牛顿的这个学生 那因为没有很多时间在教了 所以 就先给课本 那牛顿就把课本给读完了 读完了他就懂了 OK 所以天才读书学 有一个很大的麻烦 他几乎不用人家教 OK 那 斯多克给学生呢 他们都是单独授课 因为那时候 没有中学生 他开始教他三角集合 结果 这个老师 斯多克这个老师 发现 哇 牛顿很厉害 他发现牛顿是用惊人的速度 学会了三角集合 OK 所以呢 这个老师再给他 一本课本 叫做欧基里德集合写 欧基里德集合写 我想知道欧基里德 希腊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数学家 欧基里德 结果发现呢 牛顿在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 已经把欧基里德集合全部解出来 读完 然后会解 哇 他说 哇 他说我们这里 出现一个天才 所以牛顿 他会跟牛顿交 几乎不用人家教他 你只要给他课本 他就懂了 你只要给他课本 然后他就可以自己教自己 比你更有意思 他写完欧基里德写 他就问老师说 还有没有比较难一点的课本 还有没有比较难一点的 有没有 数学课本比较难一点 好像都很简单 有没有比较难一点的 那 那老师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不要读我难一点的 他说我需要有些比较难的 的数学课本呢 来跟我的大脑搏斗 哇 来跟我的大脑搏斗 后来斯多克呢 再给他更高的一本书 叫做 迪卡尔的几何写 OK 迪卡尔的几何写 这本书已经是进入了 高等解析几何的领域了 结果呢 斯多克就给他书 就会见牛顿又很快 又读懂了 OK 哇 就怎么办呢 这个学生很难教呢 就是你给他什么 他就很快的读懂 就不用教他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呢 告诉牛顿的舅舅 说哇 你那个子子啊 啊 这么养羊 养都丢了 养猪猪 跑到人家家里去 啊 啊 牵马去散步啊 然后 啊 马跑不见了 他也不知道 带根绳子回来 那怎么教他什么 他就立刻都懂 OK 甚至还没教他以前 他就懂 你只要给他课本 他就自己读 就可以自己懂 哇 所以这个数学天才 是数学课里面的最大的威胁 OK 啊 所以啊 那怎么办呢 啊 这个舅舅就跟 没关系 啊 我再来 再往上教 教他数学逻辑 OK 教他数学逻辑 那当时候呢 啊 牛顿的舅舅所用的课本呢 有留下来 啊 是一个叫做桑德森所写的哲学概论 OK 哲学概论 那他定期呢 他定期 他这本书呢 我没有教你 我就把书给你 那我就负责跟你定期讨论 哇 非常好啊 就牛顿的读书的方法 牛顿有记录下 读书的方法 他是先把一本书彻底的读完 然后思索以后的话 他挑出几个 他关键不明白的地方 然后老师来的时候 就他就有来的时候 他就只跟他讨论 他不明白的地方 OK 哇 这个很特别的学生 OK 然后呢 有时候 他就来的时候呢 问他说 哎 你这是什么 没有什么问题来问我 有的人说 因为我还没有读完 OK 有的人说 一本书 如果我还没有读完以前 我不会跟你讨论问题 哇 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好的纠线态度 非常好的纠线态度 OK 他不是乱问问题 他是说 我没有读完以前 我不问问题 那我读完以后 我就会标示哪些地方是 我还没有想清楚的 所以牛顿呢 他就说 他不问问题 然后他说 为什么你不问问题 他说 我不问 忽浅的问题 我不问 忽浅的问题 我只有问 我想过的问题 我读过 我想过的问题 OK 那 后来呢 牛顿的舅舅就发现了 牛顿的问问题 跟人家不太一样 他是问一连串的问题 一个问完 然后再问下一个 再问下一个 所以呢 他发现 他的问题是在 串联一本书的内容 哇 这个是高明 这个是高明 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学生 我们一般 在大学里面 很少遇到这种学生 很少之一 你给他一本书 他全部读完 标示他不清楚的地方 他才问你 第一个 这个已经很特别了 第二个 他如果不读完 他不问 OK 他不问 他问他为什么 他说 我就问我想过的问题 我不问那种 还没有 很忽浅的问题 第三个 他的问题是 一连串的问题 你回答完以后 他再往这个问题 他继续问 结果呢 他所问的问题 不是 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 是串联 那一本书的 所有的内容 哇 所以他问的问题 背后有个 连续的思路 而不是说 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临时想到什么就问什么 也没有仔细想 OK 这个是一个 非常好的 问问题的方法 我以前在当老师的时候 我想 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 怎么问问题 问问题是这样 你先问的时候 你已经给老师 是A跟B的两个可能 老师我现在有个问题 如果我往A的方向走 那我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往B的方向走 我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那你如果 A的问题 你如果这样打 那很可能底下还有几个问题 OK 我要讲一下这个数学逻辑写 这个早期的数学 大部分都是为了应用 那应用什么呢 计算面积啦 计算这个长度啦 还有商业里面 要怎么去做生意 彼此交易啦 大概到中世纪的时候 才有逻辑写 因为如果单单数学 只是为了应用 那个是非常 忽浅的数学 数学要往前去 必须跟逻辑写 结合在一起 所以什么时候结合 16世纪 16世纪的时候 开始数学跟逻辑写 结合在一起 数学变成是一个 逻辑性的一种语言 来用来描述 抽象的思维 那这个呢 开始是从意大利开始的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 文艺复兴的时候 意大利是个很重要的 的一个思想的起源地 今天大学里面有很多的科系 都是来自于意大利 像我们的大学里面 不是有个会计学系吗 会计学系最开始 就从意大利来的 我们大学里面 有这个国际贸易协系 国际贸易协系就是从 意大利开始的 因为当时候 十字军的东征 带来了亚洲跟欧洲 当中的一个 文化上 贸易上的一个连续 那意大利刚好是位于中间 所以很多国家要做生意的话 你的货币要怎么去折算 那就成为国际贸易系的开始了 所以呢 在文艺复兴的时候 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思维 数学不是只是为了应用 数学是跟逻辑在一起的 那意大利数学最好 那后来呢 华国就跟上 到现在华国还是非常好的数学 很多数学家是来自于华国 过期的几百年都是这样 然后呢再影响到英国 所以英国的数学 还没有华国跟意大利那么好 那1663年呢 有一个生意人 他也是个慈善学家 叫做卢卡斯 卢卡斯呢 他认为英国要抢 数学必须要抢 其实我们常常讲 一个大学好跟不好 在哪里 在数学 数学系 数学系的水准 决定那个大学的水准 因为数学是所有学科 最基本的思维 所以呢 当时 卢卡斯 后来我们叫做卢卡斯讲座 到现在还在 就是把英国的首席的数学家 叫做卢卡斯教授 卢卡斯原来是一个商人 他是个慈善家 他说艰险 他认为 剑桥大学的好 影响到整个的国家 最终要在数学 这个后来持续了好几百年 一直到19世纪 都是这样 数学 一个大学的水准 决定在数学的水准 所以呢 就成立了卢卡斯的数学 首席教授 用来提高英国高等数学教育 跟研究 第一任的卢卡斯教授 就是贝罗 艾迪克贝罗 第二任是谁 第二任就是牛顿 所以贝罗就是当时 指导 牛顿 在剑桥大学 数学的老师 贝罗后来也做牧师 贝罗后来也做牧师 以后我们再讲贝罗 贝罗很有意义 贝罗还很会打拳棋 他很会打拳棋 但是他数学非常好 那其实我们那个数学的 维婚跟积婚合在一起 就是贝罗 那贝罗还有 他来担任 但是他说他开始 把三角跟维婚放在一起 他开维婚三角鞋 那不过呢 他上课的课本呢 他是用迪卡尔的书 他用废码 非常有名 法国的那个废码 还有呢 巴斯卡 OK 当时其实有很多的数学家 都非常的有名 OK 那其实呢 他就用这些课本 鼓励邪生们去读 但是这东西对牛顿都很简单了 牛顿火来 那 那这个 这个 一方面呢 牛顿一方面在读中学的时候 牛顿的舅舅 回去跟牛顿的母亲讲 牛顿虽然不在家 但是呢 你不用担心 他另外一面 他出钱 虽然他的舅舅 不久就过世了 牛顿进打血不久 他的舅舅过世了 舅舅过世的时候 留下很多的钱 是给 牛顿的妈妈 继续照顾 他的孩子 继续照顾这个牛顿 OK 当时 他的妈妈曾经问我 那牛顿学术学要干什么 学术学要干什么 OK 那他的舅舅那时候 跟他妈妈讲说 你不用太早担心 学术学的 学术学的 当一个孩子 一个年轻人 他的心中充满的数学 他是不会变坏的 所以 1660年 牛顿第一次到剑桥大学 OK 他那时候还不是学生 就是他的舅舅先带他去看 剑桥大学 然后呢 然后呢 很有意思哦 继续带牛顿系 剑桥大学的参观 不是只有参观学校 参观完了以后呢 继续还带牛顿到 学校附近的一些酒店 酒吧 结果牛顿在那边看到 很多学生在那边喝酒啊 在那边赌博啊 在那边喝酒 重乐 颓会 那 牛顿的学校说 你将来是要到这个学校来 那你要选择什么 你要选择什么 什么是你念大学的目的 什么是你前来的目的 你来大学是来享受的 来大学是来重瘾欢乐的 还是来大学接受一个挑战 OK 接受一个挑战 那大学生的大学的时代 是我们对于未知的领域 求学认识最好的时代 对于我们整个思想的开通 对于我们个性的培育 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尽情地在这边写习 那 回来以后 从静晓大学回来以后 他的老师在给他一本书 这本书呢 就是 这个科学的漫画家 贝蒂所写的 叫做大自然的艺术的奥秘 这本书很特别 它是用卡通的方式呢 来讲科学知识的有趣 那 所以 后来的人都知道 牛顿的物理学 维京分光学 很多东西都很有名 很少人知道 牛顿也会画漫画 结果后来读了一本书 就是用漫画来呈现科学 OK 那牛顿开始画人的画 开始画动物的植物 开始画船 所以他开始把画跟他的数学 放在一起 开始用数学用画的 去计算比例 这个很重要 早期的数学 大部分都是文字 早期的数学大部分都是文字 Barrell在教书的时候 他认为数学课本里面要充满的图形 充满的图 用图的来呈现数学 那牛顿这方面他也非常的能手 他开始来把他所学的 用比例的图写 那牛顿就越画越多 分别的时间终于到了 他后来中学毕业 那牛顿是这里的第一个学生毕业 中学毕业了 OK 后来他就去申请剑桥大学 他是在1661年的6月4日 牛顿前往剑桥大学读书了 所以人类科学史上最闪亮的一颗星星 人类科学史上最闪亮的一颗星星 是在1661年的6月4日 逐渐的升上了科学的天空 因为那一天 牛顿进入了剑桥大学 牛顿进去的以前 他其实他的生活会是不太够的 他是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进入剑桥大学 他一面读书 一面他在餐厅里面他还要打工 那我们今天就分角到这里 有看到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 怎么样去读书 怎么样去问问题 然后呢刚好有人欣赏他 然后上帝的慢慢的带领他 那下一次呢我们还要分享 我们继续分享 牛顿他在离开中学的时候 他写了一首诗 牛顿一生里面只有写一首诗 是他在念中学要离开的时候写的 这首诗会反映牛顿的信仰 还有下一次我们还要分享 牛顿的大学一年级 大学一年级 很有意思哦 肯定很有意思 牛顿到念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他就开始参加一个查经班 那有个老师影响他 其实牛顿的这个原理 这本书最重要的著作里面 他最多的参考文献 是引用在他大学的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呢有个外号 叫做蝙蝠 蝙蝠老师 为什么叫蝙蝠老师呢 他常常半夜还在校园里面走来走去 看学生有没有在认真读书 OK 我想以后我们再来分享 好那我做个祷告然后就结束 然后呢 可以让 在座的 不是在座了 来上轮地请的 来问问题 亲爱耶稣我感谢 刘顿是一个 接近 整个村落都是 都是百分之九十都是文盲 他念完小学 然后竟然先念一个 只有一个人的中学 只有一个人的中学 几个老师 抽空来教他 其实那也不是个正式的课 只是给他一本课本 教他自己读 有问题 他来打 哇 牛顿在这 中学的两三年之内 发展出一个自己的学习的方法 什么书都 什么事情都自己读 读完以后有问题再来问 并且是读完以后再来问 哇 何等的认真 何等的严谨 孩子 一边在贤牛顿 一边也 整个一生里面都是严谨 很谢谢主 能够成为 他成为一个认真追求信仰的人 认真来认识信仰的人 他背后就是一个很认真的个性 谢谢主 我为这样的分享 欣赏感恩 啊 孩子能够讲的有限 啊 体力也有限 啊 我的手做的就这么有限 啊 求主 祝福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啊 好啊 我们来说过来吧 谢谢大家